台灣桌球一哥 莊智淵在單打的第一輪 對上實力有很大差距的巴基斯坦老將 今年已經48歲的Kurash Asim 結果老江湖的Asim 在0比4既不如人輸給小莊的情況下 只能在台桌上盡量多拍來回把空間拉大 想製造莊智淵的失誤 但沒想到這個策略意外的讓小莊 在仁川亞運會上和Asim上演一場 不是表演賽的表演賽 因為沒有消除的關係 所以有可能會遇到這種懸殤 就可能還是會盡量多打來回 然後去多打來回嘛 肯定會比較好一點 只花了7分鐘贏得輕鬆的同時 莊智淵其實比較在意的 還是自己的調整狀況 毕竟男霜和混霜都沒有能夠挺進到拔牆 讓小莊很想把自己的備戰狀況 調整到最好 因為在這個主管打的那種 感覺跟練習慣完全不一樣 包括測試一下膠皮 明天要準備比賽這樣 至於單打二哥陳建安 在男單手輪的賽事當中 同樣也是輕鬆過關 只用了14分鐘 不到一炷香的時間 就請科威特的選手 Hussein El Barani吃了4顆大鴨蛋 而可以快刀斬亂麻的關鍵 在於經過連續4天早出 晚歸密集比賽之後的小安 今天總算是有睡飽啦 有 今天精神有比較好 有 今天睡到4點多 把習慣的作息調整回來之後 陳建安要好好備戰下一場16強的比賽 因為對手是世界排名高居第一的中國大陸名將 許欣 明天就是對戰到中國 畢竟壓力是在他們那邊 對 因為畢竟他實力還是比我好 然後我就是以拚的心態去打 然後就是不用想太多 雖然下一戰的對手是當今桌球球王 但小安依舊沉穩 希望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要和許欣奮力一搏 人川原因採訪團 小安昌仰不知在韓國人川的採訪報導 天橋 靠ают 靠北